好,欢迎今天美国生活365,2024年7月27日的前五名,哈里斯抹去了特朗普的领先地位,华尔街日报民意调查发现,巴黎奥运会开幕,美国指责著名卖空者安德鲁,所对美国进行欺诈,内塔尼亚胡收到有关加沙战争的明确信息,奥运会开始时,法国铁路线遭到破坏华尔街日报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显示, 卡姆拉、哈里斯和唐纳德,川普之间的总统竞选基本上是平手,该民意调查显示,哈里斯在非白人选民中对他的支持,并且对竞选的热情大幅增加在民主党人中,在两人对决中,前总统以49%比47%领先现任副总统,但误差范围在正负3.1个百分点之内,川普本月稍早领先拜登总统6个百分点, 拜登总统退出竞选并支持哈里斯 巴黎奥运开幕式,在和尚盛大开幕,尽管大雨淋湿了河岸上的30万观众,首都耗资90亿美元的盛大演出,巴黎仍继续进行了一场压倒性的法国巡演, 这场巡回历时数年,舞者们沿着圣河岸,踢着舞者Lady Gaga,走下金色的楼梯和冰宫殿的窗户上,出现了雨约色分, 被课和被斩首的玛丽安托瓦内相呼应的歌舞表演场景, 这场长达三小时的演出,共有85艘船上的200多个代表团参加, 在近4英里的赛道上,经过一系列舞台,最后以激光表演达到高潮, 赛林、迪翁、斯林迪安演唱的伊迪斯, P、伊迪佛P在位于埃菲尔铁塔中心的舞台上,让她更加爱不释手。 金牌,两届奥运柔道冠军泰迪、李娜、Teddy Runner将圣火带到了大锅The Cauldron比赛期间, 乘坐热气球飘浮在埃菲尔铁塔附近的贵宾看台上,乘坐热气球飘浮在耕座花园上空, 聚集的政要包括法国总统伊曼牛尔、马克宏、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和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道琼美国指控著名卖空者安德鲁、佐Andre Left欺诈2024年7月27日, 联邦检察官周五指控著名卖空者安德鲁、佐Andre Left欺诈, 指控他经常对股票做出夸大或误导性的陈述, 以便从他的报告引起的价格波动中快速获利,分析了股票市场的宁萌。 是,洛杉矶大陪审团返回的一份起诉书指控, 左基本上是利用自己的名字和声誉进行交易, 宣布他的赌注并指定远离股票交易位置的价格目标, 在他的言论导致价格波动后, 左迅速平仓了他的头寸左翼律师詹姆斯·斯皮里斯表示, 这些案件是基于有缺陷的理论, 不公平地将他的客户作为合法意见和交易活动的目标, 展示了他的观点的报道的影响力, 并导致其他人追随他的赌注。 美国之行内塔尼亚胡收到关于加萨战争的明确信息, 7月27日2024以色列总理。 本节名, 内塔尼亚胡本周进入动荡的美国政治舞台, 希望通过向国会发表激烈的演讲来提升自己的形象, 并获得两国总统的支持拜登和唐纳德, 特朗普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 他在座无虚席的会议室内为以色列的战争行为辩护, 引起了全场起立鼓掌, 缓解了国内许多人的担忧, 即这位长期领导人可能会在美国人因华盛顿支持以色列 而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吸引错误的关注。 领导人的明确信息, 战斗让我们达成协议, 这样我们就可以停火结束战争。 民主党预期的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凯玛拉·哈里斯周四表示, 与内塔尼亚胡会面, 特朗普还敦促以色列领导人结束战争, 我希望他尽快结束战争。 这位前总统周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这是自前总统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 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后, 川普与内塔尼亚胡和其他人坐在佛罗里达州马尔拉哥庄园的一张桌子旁, 表示他是唯一有能力阻止加萨战争蔓延到整个中东的人, 如果我们赢了, 那将非常简单。 解决,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很快告诉记者。 2024年7月27日奥运会开幕之际, 道琼斯破坏活动袭击了法国铁路线, 周五在奥运会开幕式前几个小时, 法国铁路网络成为重大破坏活动的目标, 导致多条高铁线路的服务中断。 预计将持续, 数天官员表示, 当地时间凌晨4点左右, 该国铁路网周围的三个站点发生了协调一致, 且针对性明确的火灾。 据称, 纵火事件扰乱了从北部连接巴黎的高速线路的服务, 法国东南部和东部的军刀部队, 切断并烧毁了信号电缆, 需要花费数天的时间进行费力的修复。 各种威胁而设立的全面安全拉网, 遭到了令人震惊的突破。